10月22日下午,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与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一同会见传媒,公布特区政府第三轮称企业保就业措施,总开支达20亿港元。 陈茂波表示,过去几个月的社会事件令香港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现在香港正在面对非常严峻的经济环境,零售业、餐饮业、运输业、物流业和旅游业等受到严重影响,所以政府推出来一系列措施重点支援这些行业。 新一轮称企业保就业措施包括提供运输业的燃料补贴,提供商用船只减烟费补贴,及扩大短期租约租户租金减免范畴。 具体措施方面,陈茂波指出,特区政府将向运输业商用车辆提供6个月燃料补贴,设计开支大约13.65亿港元。 陈茂波表示, 特区政府一向本地商用船只提供一笔检验费补贴,预计将有6300艘商用船只受贿,涉及开支1650万港元。 此外,特区政府8月中宣布的纾困措施中,包括为地震总署或产业属辖下的,作为社区和商业用途的短期租约租户,提供6个月的50%租金减免。 这次政府会将租金宽简的范围扩大至地震总署辖下的公众收费停车场及海滨康乐活动场地等。 宽简生效日期追溯至10月1日,涉及开支6亿港元。 陈茂波指出,旅游业有关的纾困措施将由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和旅游业界商讨后向外公布。 陈茂波强调,从8月中开始,特区政府分几轮将不同的支援措施逐步出台。 面对社会局势,政府要评估经济下行的影响,针对性地推出一些支援措施。 大家看到我们从8月中开始分几轮将不同的支援措施逐步出台。 陈茂波表示,虽然推出的多轮支援措施,令政府出现财政赤字的机会, 会增加,但政府财政实力文件,会善用多年累积的财政储备,适时推出逆周期措施,刺激经济,输解民困,与市民一起抵御近来经济下行的风浪。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